大家好,我现在在福建厦门 今天带大家看一下厦门这边最有名的楼啊 就是这个红色的楼 这个楼外观看着不怎么样啊 但是它在厦门非常的有名 这就是红楼 我们看一下它整体全部是红色的 以前啊,它的门框啊,这些窗户啊,墙啊,外立面啊 反正所有装饰的全都是红楼 他们福建这一带就喜欢红色 因为红色代表着吉利啊,好运啊,发财 这个楼啊,当年可是风光一时啊,明照一时 这个就是赖昌新以前在厦门住的地方啊 后来他出事以后,跑到加拿大去了嘛 很多90后,00后,应该没听过这个房的故事啊 像我们80后,70后这一代人 我记得我当时上学的时候啊 学校天桥上那个摆地摊的那些人 很多卖这个书啊,就讲述这个红楼的故事 特别有意思 我查了一下资料啊 它这个楼里是这样分工的 一共是七层 一层是接待大厅 二层是餐厅 餐厅里面全都是红木的啊 那个桌椅板凳,非常的贵 三楼是,三楼是那个KTV,酒吧 还有一个小型的电影院啊 四楼是桑拿房 有什么按摩浴缸啊什么的啊 当时九几年的时候,还是挺轰动的 五楼是他本人住的啊 还有客房 亲戚朋友来了就住在五楼 六楼也是客房 但是六楼是给那些 身份地位更高的人去住的啊 里面据说装修特别的豪华 七楼是他的办公室 他本人在七楼办公 然后还放的一些礼品啊 礼品库 整栋楼呢是花了1.4个亿啊 这在2000年以前 这很多的一笔钱啊 看一下这个楼现在在干嘛了 现在是厦门市职工服务中心 好像是个工会了 应该是收给国有了 现在下面商铺也没有开 这附近都是居民区啊 想一想这在当年多么的不可一世啊 现在呢也变得默默无闻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嘛 想起一个古诗啊 就是万里长城金油债 不见当年秦始皇 不管你曾经多么疯狂 多么的全是滔天 多么的不可一世啊 终究还是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了 看一下这个楼的后面 这么多年过去了 基本上没有变啊 还是保持着当年新闻里的样子 连颜色也没有改过 它这个附近都是各个小区 很有生活气息的一个地方 这两边都是各种商店啊 环境不错这里 这个楼就是糖衣炮弹啊 糖衣炮弹才是打败一个人最厉害的武器 估计很少人能扛住啊 朋友们如果换做你的话 你能扛住吗 我会让你打败一个人最后的 好